研拟计划方案的第二个原则是架构化。除非是很单纯的计划,工作的步骤及方法拟定后就可以直接执行。 一般的计划建议要将工作项目架构化,以利于分工合作。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用WBS工作结构分解法来拆解及划分工作的项目。 进行工作结构的分解时,若工作内容有明显的先后顺序,你就可以用流程来分解工作。 举例来说,如果你是银行的ATM设计师,如何设计出能让客户顺利领到钱的操作流程呢? 多数的银行主要流程是插入提款卡,输入身份证字号及密码,选择交易功能等等程序。 便可以让客户顺顺利利,毫无遗憾地领到钱。 这就是采用流程思维来分解工作。 为什么老师上面会说毫无遗憾呢? 这边就顺带考验你一下,你记得ATM提款的最后一个流程动作为何吗? 一是拿取现金,二是抽出提款卡,三是取回交易平条。 你的答案是哪一个呢? 是拿取现金,抽出提款卡,还是取回交易平条。 请认真思考,因为这攸关提款流程是否会出现漏洞,留下遗憾哦。 早年,曾经有银行ATM提款的最后动作,是抽出提款卡。 结果有些客户拿取现金后就转身离开了,后来才惊觉忘了抽回提款卡。 所以说,工作的分解展开,若不周延,这边就破功了。 我们下转的频道有最后,也有在这种方面有个试图。 先继续小刀,请继续小刀,放下回来。 感谢观看